不少高雄在地人都知道 這個男子百慕達 之前很多騎士騎上去 都很容易鬼打牆 所以相關單位在這邊 做了一個用顏色來分辨路線 但是高雄還有兩大 其他類似的狀況 像是橋頭百慕達 以及這個人舞八卦鎮 這該怎麼解 進入橋頭百慕達 一不小心在圓環裡 繞到迷路 高雄市交通局表示之所以 這樣規劃其實有兩個目的 活動空間利用圓環的話 是可以把它增大變大 這個汽車到圓環之後 速度會變慢 不只橋頭路線難解 人舞八卦寮的路名 更堪稱大魔王 不好找 不好找 因為它東南西點 沒有按照這個資訊 岔路小路一大堆 錯綜複雜 不是當地人肯定迷路 從地圖檢視 巴德東路跟西路隔好遠 巴德南路巴德北路 兩條平行 甚至還有條巴德中路 五條路東西南北 一點都不連續 以前在高雄先鎮的時候 就已經邊了 如果是東邊 東就是在一個方向 南邊在這一個方向 這樣可能再找路就比較好找 當初原高雄縣政府的道路規劃 讓人舞八卦寮的路線宛如迷宮 當地里長建議 外地人到此請務必開導航 是屬於比較屬於環狀的一個路行 那來做一些相關的指引標誌 來指引他到 比如說往人舞 往這個長庚醫院 或是往鳳山的方向 男子白木達最後的解決方法 就是首創利用顏色指引 至於人舞八卦鎮 交通局表示可以增加往人舞 長庚醫院 以及鳳山方向標示 而橋頭白木達也可以多設置 往橋檢橋頭地院的路牌告示 希望這樣的方式能讓騎士或駕駛 迷航的機率稍微降低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